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试听 你好 我是马龙岳飞 下面我们通过20分钟左右的时间 学会本地存储技术Local Story 什么叫Local Story呢 从这个字面意思上 Local Story它的意思是一个本地存储的意思 它是用来进行本地缓存的这么一个东西 那这个所谓的本地缓存基础 它有什么用呢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你就能够明白了 你比如说咱们经常在网络一些网站的时候 当我们第一次登上这个网站的时候 如果我选择这个技术用户密码 那么基本上我们就没必要 第二次登录的时候再输入这个用户密码 它会自动登录 或者说当大家看完一个视频以后 然后我不小心把这个视频网站给它关掉了 我重新打开这个页面的时候 它可以记录我上一次播放的记录 等等 这类型的操作都是由这个本地存储技术去完成的 当然我这个地方去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东西呢 叫什么叫这个Local Story 但是呢大家先得知道什么呢 先得知道这个Local Story 它并不是我们仅有的存储技术之一 那么首先呢 这个Local Story呢 是一个H5以后的新加入一个特性 所以呢 它肯定是低版的浏览器不兼容的了 因为这个H5之前的这个版本 它都连这个Local Story这个东西都没有 那么首先第一个部分呢 我们还是从头来看 就是先来看这个本地存储技术有哪些 这个本地存储技术呢 我们会慢慢的先后去给大家学习这么几种技术 一个呢就是咱们今天要学这个Local Story 还有一个是Cookie 还有一个是Session Story 那么其中这三个东西呢 它在实战的时候呢 具体有什么区别呢 啊 接下来我来看自己 我来告诉大家这几种方式 它有什么区别 首先这个Local Story啊 它的第一个问题是 它呢是永久存储 啊 就是只要我存在这个Local Story 它就永久存储 除非你主动去删除它 要不然它存储的时间是无限期的 第二部分就是它最大可以存储多少呢 最大可以存储五兆 啊 存储五兆 啊 那么当然呢 大家现在呢 习惯了这个一个电影随便都是一两季的这个情况之后 你会觉得这五兆呢 并不是特别大 但是注意啊啊 大家那个电影存储的是视频和图像信息 所以它相对来说比较大 但是如果你要纯存储这个文本信息或者是字符信息的话 五兆是一个非常大的数量 能大到什么地步呢 大到啊 你在这个网上去下任一部小说 它的大小基本上也都是五兆 而且那每一部小的都是过百万字的 啊 所以这个五兆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数据存储量 啊 所以呢 我们又把什么呢 又把这个LogoStory技术呢 叫做什么呢 叫做一个客户端的一个微型数据库 好 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这个LogoStory 啊 它还有一些别的特点 就是LogoStory里面呢 它只能去存储什么呢 只能去存储这个字符刀 那么我需要大家去记得呢 就这么几个点 当然呢 它还有一些别的特点 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 你比如说 LogoStory呢 在隐私模式下 这个隐私模式是我们每一个浏览器 它都有一个隐私模式 如果你把这个隐私模式开启的话 它呢 就不可读了 我们就看不上有一个LogoStory 第二个就是LogoStory呢 它本质上是对字符串读取 如果我们在当前页面上存储的这个数据 比较多的话 它会消耗内存空间 会造成这个页面的变卡 第三个就是LogoStory 它是不能被爬虫所爬取的 也就是说 如果别人写一个程序 想要去获取你这个网页上存储一些信息 它是获取不到 写在LogoStory是获取不到 那么这些呢 是它一些额外的作品 大家呢 听听 知道有这么回事就可以了 我需要大家去记住的就是 这三个 当然一定要注意 这个LogoStory它在I8以下不兼容 因为I8之前的版本它是不支持H5 那么相对于LogoStory 咱们的Cookie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第一个它是可以去设置过期时间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使用这个Cookie的时候 你可以给它设置一周后过期 或者是一天后过期 当它过期以后 这个Cookie它就自动清除掉 第二部分就是它最大可以存储多少 最大可以存储4K币 那么这个呢 要跟咱们的这个LogoStory比呢 就差不多差1000多倍 因为咱们1兆是1024K 然后呢上面是5兆 下面是4K 所以差1000多倍 当然呢这个4K币也可以存特别大的数据 然后呢它还有一条限制 它呢是每一个域名下面最多可以存储50条 这两个限制呢是双标 双标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当前这个域名下呢 已经存够了50条 但是还没存够4K币 再存第51条是存不下 第二条就是如果你还没够50条 但是我已经快要超过4K币了 也存不下 这两个是双标 这是咱们的Cookie 这是咱们的Cookie 那么从LocalStory和Cookie的这个对比呢 咱们就能看得出来 就是如果我存的这个数据特别不是特别的大 并且呢 我想要去给它设置一个过期日期的话 我就用Cookie 但是如果我是存储数据相当的比较大 然后呢 我们呢 也不在意它到底什么时候过期的话 我们就直接给它存多个Sorry 最后一个这个Cookie Cookie Cookie 它是集合咱们这个后台呢 才能够使用的这么一个东西 但是这个地方可以简单去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Cookie Cookie 它能够存储数据更小 特别特别小 可能就能存一点点数据 然后呢 它存储时间的更短 就它并不会进行存储 它只能保留一个绘画 一个绘画的意思就是 我把这个浏览器的窗口打开 加在这个页面 倒把这个窗口给它关掉 这叫一次绘画 就它只能保留这一次绘画 那这个一次绘画的Cookie 可以用在什么地方呢 我用一个实际的案例 去给大家说一下 你比如说 就以咱们所在的这个写字楼为准 如果你是这个写字楼的员工 那么你每天可以呢 去进出这个写字楼 但是如果你不是这个写字楼员工 按照这个规定来说 你应该先去这个写字楼的前台 去做一个登记 登记完之后 你得有一个证 这个证是访问证 这个访问证的意思 其实就大概类似于 存在Sense Story里面的一个数据 然后呢 当你访问完之后呢 出去以后 你得把这个访问证 给它还在前台 你说明这次访问的权限就没了 这个Sense Story它是用来去存储 这种东西的 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 在我们的这个前后端交互的 这个专辑处里面 叫做Talk值 Talk 好 还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说的 万物皆对象 这哥们呢 也是个对象 它是一个本地存储对象 那这个对象呢 它呢 可以呢 它身上呢 一共有 一共有这么几个方法 一共三个方法 它可以呢 去设置我们的这个数据呢 在我们的页面上 其中设置数据的方法叫做SetItem 它第一个可以传键 第二个可以传值 这个键呢 和值都是大家自定义的 就你想存一个什么样的键 存一个什么样的值 到我们这个Local Story 就叫这个SetItem 第二个方法叫做Get 然后呢 它呢 可以呢 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Name 我可以通过这个Name呢 把我之前存的那个值呢 给它汇取出来 还有最后一个是RemoteItem 就是我们可以呢 手动去删除 这一条数据 这个时候我们Local Story 它所有的话 就这么三个方法 那具体应该怎么去用呢 你比如说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 我们在这一方呢 去写一个 Window.localStory 是否感叹号为真 如果感叹号为真 说明什么呢 说明当前页面 它并不支持Local Story 它是Undefined 我就在页面上输一个 当前页面不支持Local Story 否则的话 说明它当前一面 是支持这个Local Story 我就可以直接调用这个Local Story 点 SetCookie SetItem 然后呢 我去设置一个A 实际上是1 注意 前后两个都必须是ZoT 然后呢 它还可以怎么写呢 它还可以不用这个 SetItem的设置 我可以直接点B 等于2 或者是 中过号C 等于3 那最后 我们把它运行起来 运行起来之后呢 我们打开这个控制台 点到控制台之后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存储 点到存储之后 在这儿有一个 本地存储 点开它 点进去 刚刚我们设置的这三条数据 就全部存在 这个地方 好 那么左边是键 右边是直 好 这个呢 是在我们的火候浏览器上去找它 那如果切到咱们的谷歌浏览器呢 咱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在这儿运行一下 我让它在谷歌浏览器上运行 在我们这个谷歌浏览器上运行的时候 我还是点它这个检查 然后呢 这个地方你得点到什么地方 你得点到一个叫做Application 这么一个地方 然后呢 在这儿 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个叫做LocalStory的一个属性 点击去 刚刚我们存的这个ABC这三个 直接全部进去 好 这个呢 是设置 那么如果我想取值呢 我把这个地方全部给它删了 删了之后呢 现在我要取值 取值的时候也是 上面这三种方式呢 任何一种取值方式都可以 你比如说 我在这地方呢 写一个什么呢 写一个干啥什么B 或者呢 我写一个 点C 或者我写一个 中括号A 那最后运行的结果呢 都是一样 然后 这呢 都是设置跟获取 我们可以呢 在当街面上 给它来一个按钮啊 然后呢 我们想干什么 我们想 好 这么删除呢 首先 我们先把这个8和1给它 给这个Button呢 去添加一个点击事件 当我们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啊 我们呢 可以呢 直接去执行这个local storage 调用local storage 然后呢 直接在这方 去调用一个叫做remote item的函数 然后呢 将我们想要删除的这个资料 给它删除掉 因为说我要把这个B删除 现在我来运行一下 好 我这个地方要删除A 把这个A删除掉 现在呢 我在当前一面上呢 来看一下 首先我在当前这个地方的本地存储位置的 ABC都有 现在我点删除 这个A 它就被删除掉 这呢 就是咱们local storage它的一个使用 首先这个滑动条呢 它的意思呢 是slid的 好 我呢 在这里直接给它编写一个代码 叫做slid 第一个部分 我最外面得有一个slid 然后呢 里面得有一个专门去填充的部分 这个填充的部分 我们把它叫做什么 叫做 然后呢 还应该有一什么 还应该有一滑块 这个滑块 这个滑块呢 叫block 好 OK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去设计下这三个 它的一个基本的样式 第一个部分 slid slid position 等于29 然后 宽 600 好 高 20 下一个 poga 然后呢 让它居中 咱们让它居中 它等于什么呢 等于100片扫子 好 这个搞 这个是我们面上的一个 滑槽 也是我们的 当然我这个高可以稍微提的高一点 然后呢 第二部分 我们要去实现什么的 实现我这个上面的 这个滑块 这个滑块是block 设置什么呢 设置它的宽 30 好 高的还是30 这个被碾字 大家可以自己去设 设完肉的注意 我的position 等于absolute 因为我到时候要在页面上去进行滑动 这是我的滑块 然后呢 假如我这个滑块呢 它现在居左是一个100的像素 那么它不能把这个距离这100像素在这给我控的 它应该用这个填充的部分给它填充起 好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去设置什么 设置这个填充部分它的一个基本的样式 好 那么按照上面这个lab的100 我的这个宽不是100啊 宽应该是100再加上我本身这个滑块的宽 这应该是我填充的部分 我应该填充在这个位置 所以它现在填充这个位置是130px 或者的大家设成100也ok啊 设成100也ok 到时候我们算的时候 记得把这个30给它减到一小 宽是100 然后呢 高30 然后呢背景颜色 我给它来一个 随便来一个颜色 就ok了 然后呢 还得注意它的 position也等于 absolute 好 然后呢 聚上 是一个0像素 聚组啊 也是一个0像素 最后我们来运行一下 这个是我面上的音效 那首先第一个部分我要干什么的 就是我呢 要在当前音乐上进行滑动 滑动的时候呢 我只能在当年这个滑槽内滑动 我是不能出界的 而且我只能水平滑动 第二部分呢 就是我滑动过这个前套的部分 也应该跟着我这个滑动的条路去走 那具体应该怎么去做呢 首先第一个部分 我们要求它只能水平滑动 那么只能水平滑动的话 我们就让它的lab直去变成 top直就没必要变了 那么按照我们之前 实现这个拖拽的流程 我们在计它相对位置的时候 既然它上下没必要去动 我就只需要计它这个水平方向的相对位置 然后我当前这个滑块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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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减去这个offset x 最后再加上px 最后 当我鼠标抬起的时候 我们将这个鼠标移动的事件给它取消掉 其实基本上这个实现逻辑跟咱们拖拽逻辑一样 唯一的区别就是我们原来是水平垂直都移动 这个地方给它把垂直方向的移动给它删掉 那最后我们去运行的时候 当我在当前音乐上拖着这个滑块移动的时候 它是水平方向可以移动的 并且上下还是没有任何 搞定以后呢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确实可以进行水平滑动 但是它是可以出界 所以呢我们得限制它的出界 那首先这个部分是我们当前这个滑块它的垃直 那么很明显咱们当前这个滑块它最左是不能小于零的 最大致不能等于不能大于我当前整个滑动条的宽节 就是它本质的宽节 所以这地方怎么做呢 如果这个L它小于等于零的话 我们让L等于零 如果这个L它要大于等于 好这地方注意它呢是600减去30是570 570的时候我们让这个L呢它呢等于570 最后我们来看效果它就出不了界 那这个部分搞定以后呢 我们当前的这个填充部分啊 除了我当前这个滑块要移动以外 我当前的填充部分应该跟着我这个滑锅呢进行填充 那么这个L是我当前滑块的位置啊 我这个填充部分的宽也就是这个Live值 等于L再加上PX 那最后咱们实际的这个效果就变成了 我滑动了它就填充到搞定了 但是这个滑动的话会有一个问题啊 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可以呢先把它这个Live值设成0 然后呢把它的宽呢也设成0 也就是说初始的时候呢它是一个0的状态 当我滑到一半我重新刷新它又回到0的位置 也就是说我并不会将上一次滑动这个结果进行记录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必须通过这个LogoStory去完成了 怎么做呢 这个呢是我最终滑块停的地方 那么我就在这个地方对当前滑块的位置 然后呢进行什么呢进行这个本地存储 怎么存储呢首先第一步判断我们window下面有一个叫做LogoStory的这么一个属性 如果没有就提醒该有哪些不真实LogoStory 但是这个话呢你其实也没必要去说啊 这个地方写上了更加这个保险啊 然后呢否则的话你就可以呢直接去使用这个LogoStory 我直接使用LogoStory的setItem 随便给它起个名字 你比如说这个名字就叫做Sled的 然后呢把这个Allow给它存进去 这个Allow就是我当前滑动的位置 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控制台打开 点到咱们这个存储这边 点到本地存储 我刚开始滑动的时候没有任何效果 然后当我滑到一半这个Sled的也进了 然后呢再滑动 这Sled的也进了 然后当我重新刷新页面的时候呢 我应该啊在这个地方干什么呢 去重新获取它是否上一次有存储这个啊 滑动的位置 好这个地方注意怎么去获取呢 好这个地方我还是得把这个部分再去写一遍 写完以后 简单的去给它写一个三个亿算符啊 干什么呢 我们要去取出这个LogoStory中的内容 在这里去取出当前存储的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取的时候啊 我们要通过什么 通过这个LogoStory叫getItem去取 我要取一个叫做Sleder 好注意 当时存的时候叫Sleder 取的时候也得通过Sleder这个键子去取 取的时候在后面加一个问号 看它有没有 如果有你就取出来 如果没有的话 这个地方呢 嗯 我们就让它的值呢是0就OK了 如果有的话 你就让它的值等于它就行了 否则的话 让它的值呢等 好 然后呢 最后呢 我就把这个L的值呢 直接给它设置给我当前这个滑块 好 注意这个滑块和我填中部分都得设置 滑块的Live值等于它 填中部分也等于它 把这个代码再给它考虑到这儿 好 最后我们来刷新一下 好 那么现在我这里面是有LogoStory的 所以它最终取的话 就会取出来 取出来之后 我重新刷新 它这个进度条的记录 你就记录在这儿 最后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马诺与飞